电价审议委员会今天下午就要登场 要决定电价是否调整 而目前传出台电已经拟好了三套剧本 包括全面动涨 全面涨3% 或是只涨工业大户 涨幅预计8% 但工总建议涨幅不应该超过3% 不然不公平 而针对月用电700度以下的住宅 还有月用电1500度以下的店家 都严拟不调涨 要降低对民生的影响 不过台北捷运公司上午召开了记者会表示 捷运票价26年没有涨 如果电费导致营运成本上扬 可能会调整票价 烤箱打开香喷喷的葱烧饼现烤出炉 新衣区的家豆浆店在地经营30年 价格也都很佛心 但老板听到电价可能调涨 难免还是会担心 最好是不要涨 因为你不管是涨多少 都是增加我们的成本 当然成本我们的是成本越低越好 然后我们的家庭我们也不敢调涨 摊开最新收到的电费账单 电价一起电费落在2500元左右 再加上水费瓦斯物料费都是成本 电价审议委员会周一召开 传出台电演你三套剧本来讨论 包括继续咬牙全面动涨 或是工业名声一起涨3% 还有只针对工业大户涨8% 目前府院倾向只涨大户 运用电700度以下住宅 和1500度以下的小商家 都严你不调涨 工业总会提建言应该顾及公平性 涨幅不应该超过3% 台北捷运公司也呼吁台电 像是北捷用电不只不该涨 还应该给予电费打折 通盘考量电价的定价策略 来共同支持公共运输 希望不要对轨道业贸然的调涨电价 增加我们的营运成本 只是国际燃料价格标 台电的亏损动辄上百亿元 电价调涨看来势在必行 只是怎么涨 涨多少 且看省议会下午做最终拍板 记者林盛旭红 为财林明洪 台北报道 自助餐吃到饱竟然只要130块钱 高雄一间博新店家 从27号开始推出了 午餐吃到饱活动 现场20道菜色 6种主菜全部随便你吃 每天前20名更只要99元 如果想外带也可以 便当盒塞好塞满 只要盖子可以盖得下去 就是100元 CP值超高 各式鸡鸭牛羊 海鲜蔬菜 整整20道看起来壮观又澎湃 过往香吃按道计费 但如今只要一张百元超 就能无负担吃到饱 食汇价格吸引力十足 不但营业时间还没到 就已经有民众顶着艳阳在外排队 甚至还有人整整提早一个小时 我在这附近正好有经过看到了 我觉得很划算 有鱼有肉 什么都有了 应有经有了 我真的想说这种价位应该没有这么好 佛兴店家就位在高雄 为了共挺疫情时期 业者从27号开始 推出午餐自助吃到饱 每人只要130元 前20名在减31块 想外带便当盒夹到满也是100元 盖子可以盖起来为主 对 都100块随便你夹 那我们现场也有供应免费的白饭跟饮料 我们一楼跟二楼都是可以用餐 都有冷气开放 不仅菜很便宜 白饭饮料统统不马虎 六种主菜随便吃随便夹 在这万物七丈年代 成了民众省钱 新选择解体的成语 高雄什么的 有网友在脸书发文说 找到了一间最便宜的透天错地点在云林 开价14万元 格局三房两厅两位 好奇的点进去一看 结果是一栋屋林33年的乌瓦平房 网友看了之后也留言笑说 真的很便宜 光是房子的历史故事 可能就不止14万 民众脸书po文写下 谁说台湾房价买不起的 这不就来了吗 是什么好物件 让不少网友忍不住好奇 点进去一看 乌瓦平房杂草蔓延 屋顶塌陷 墙面斑驳 看起来很有历史感 格局三房两厅两位 屋林散三年 最重要的是房价竟然只要14万 房屋地点在云林圆长乡山内村 卖家对屋况特色没有多加叙述 但看Google地图生活机能还算不错 靠近超商市场夜市还有学校 但我看了留言笑称一层楼也算透天吗 真的很便宜 光房子的历史就不止14万了 不过屋顶感觉很破烂 台风一来就会被吹垮的样子 甚至还有网友提问 照片里的那只狗也包含在内吗 房价表示14万真的很便宜 但不排除可能是刊登错误 另外土地产权房屋持分是不是凶宅 可能都有问题 民众购买钱务必使用清楚 别为了贪图便宜 因小时大 借过珍宇临领送到 很多人印象中医生不但社会地位高 而且跟高薪也画上等号 但兽医也是如此吗 有网友在人力银行贴出了兽医征材资讯 薪水竟然只有两万五到三万元之间 贴文一出就引发网友热议 很多人说很惊讶 但真人的兽医院也出面澄清 强调这是在成征兽医助理 收医人员细心为宠物们整治 但您觉得他们的专业月薪多少钱 你的认知上来说 你觉得兽医师一般薪水 大概都落在哪个范围 应该五六万吧 兽医师至少 他已经赌了四年了 当了兽医师也要经过国家考试 及格才能当兽医师 不少人认为 兽医月薪应该也有五六万吧 但网友贴出的真材资讯 让人惊呆了 月薪才两万五到三万之间 比想象中的还要低 还表示即便升到了组织医师 薪水也没有多高 文章一出网友们惊讶留言说 这找不到人吧 有饮料都至少有三万了 真的太惊讶了 之前看农场工作还有两万八 甚至还有人说 台大教学医院给的比较好 有二十八K 我们要帮忙医师相关科系 或是有医院进来 我们会重新来训练 该间受益医院院长赶紧出面澄清 强调指示在真受益助理 以书工作为主 盼大家不要误会 记得赞崇武嘉宜报道